维修特斯拉的一个小技巧 来你看 这个小电瓶这里有三根线 一红一黑 一正一副 这个不用管了 中间还有一根绿色的线 它呢是一根另网络 这个雨刷电机这里 把这个雨刷电机插头拔掉 同样这里也是三根线 一正一副 然后一根另网络 然后它的左前大灯 这里也是三根线 一正一副 中间一根很细的线 也是它的另线 那么这三根另线 是不是一组呢 我们来测量一下 咱们外表呢放到封冰档 来测量一下 它的另网络是否是一路 先来测量一下雨刷电机的另线 和我们左前大灯的另线 是否是一路 好这个时候呢 直接导通 那么它是一路另网络 再来测量一下 咱们的小电瓶这根另线 这个时候是没有反应 它是不导通的 很明显这三个东西 没有在一条另网络上 它的左前大灯 还有雨刷电机 是一条另网络 它的小电瓶呢 是单独的一条另网络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重点 需要区分年款 在2023年之前的Model Y车型 这三个东西 小电瓶 雨刷电机 左前大灯 确实是一条另网络 但是到2023年开始之后的车型 变成了两条网络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右前大灯的另网络 那么它的右前大灯 和左前大灯 兄弟们注意一下 它并没有在一条另网络上 我们来看一下线路图 我们的前车身电脑 出来的一根粉色的线 这是它的一根另线 来到了右前大灯 右前大灯 是一条独立的网络 然后还有一根另线 这根蓝色的 给到了我们的左前大灯 雨刷电机 还有小电瓶 那么这个时候分年款 2022年第四季度之前的车 小电瓶 跟我们的左前大灯 还有雨刷电机 是一路另网络 到了2023年开始 它是单独的一条另网络 也就是下面这个黄色的这个 过来 小电瓶是一条独立的 那么这个另线的电压是多少呢 我们测量一下 接下来咱们用万表实测一下 雨刷电机这个另线的电压 是多少幅 10.6幅 但是兄弟们注意 通过电压 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判断 另网络的一个好坏 那么你知道用什么方法 可以准确的判断吗 咱们在评论区里边可以聊聊 首先告诉大家 不是试播器